台灣女神徐若孫和副相老公李雲峰 在去年12月宣布離婚結束9年婚姻 回復單身後忙於工作中 誰知突然傳出離患癌症的消息 一年內兩大打擊令她當場呆了5秒 一度無法接受甚至說為何會是我 不過一向堅強的徐若孫立刻勇敢面對 第二日立刻辦理住院手續 除若孫離患的甲狀腺癌生在喉嚨中是圓毀癌 手術完之後整個喉嚨都不舒服 要重新找到新的發聲位置 二年64歲的時代歐陽振華 有千億女婿始祖之稱 太太傅傑嫻是澳門前賭王父老容孫女 家族創辦香港傅麗華酒店 有傳家族資產近100億 2013年歐陽振華因為食物落錯 過假導致急性肺炎被送到醫院深切治療部一度昏迷 幸好醒回後身體順利康復 早前歐陽振華和傅記嫻一齊 和梁思浩等人聚會 傅記嫻一頭短化網絡好受 而歐陽振華近日出席活動時 竟然和太太一樣報收 令網民也有點擔心 不過活動片段裡也有另一個網民關注點 是有外國嘉賓想和北老男神石修合照 石修立刻叫歐陽振華一起拍照 歐陽振華也相當會做舞搶走前輩風頭 又雙手合實表示感謝 網民表示他實在是非常謙虛 提提大家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tr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成5% 連結放在資訊欄精打細算的你 不要錯過了 28歲的大馬女神林宣語 在2017年參選國際中華小姐得到亞軍之後簽約無綫 拍過幾部劇集之後就回到大馬發展 到了2021年初簽約成為李澤佳旗下經理人公司藝人 近日他分享了自己去到色尼旅行的片段 見他非常死意地四圍去到不同明星打卡 之後又穿上短裙大曬白滑美腿 網民大讚他仙氣逼人 更有人說希望可以快點再見到他的作品 43歲的黃翠瑜和肖靜南結婚6年 近來開始減少了幕前工作 每次被問都是否有了BB 黃翠瑜都只是說都是看過天 他多次被野心捕獲的時候 總是穿著鬆身衣 又經常用手糊塗 人味滲濃 不過就未有公佈起信 近日黃翠瑜去了唐詩詠的麵包店餐場 都是穿著鬆身衣的 他和唐詩詠在店裡介紹了幾款麵包 但網民就完全錯重點 不斷關心黃翠瑜的肚 要他不要到處去 小心安胎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消息了 我經常早上起床 我會播他一首歌 但他暫時還未在大規模宣傳自己 但他是我們新一派的創作 我想今天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眾所周知 張敬軒一向都喜歡提攜新人 但軒仔大讚的新人是誰呢 我們香港的新的創作人 Tree 薯仔 21歲的Tree 薯仔雖然未正式出道 但他的原創作品 在YouTube已經有超過50萬觀看次數 作為一個未正式出道的新人 成績相當不錯 薯仔在18歲就開始邊讀書邊工作 賺錢租Studio 他是自學做音樂的 也在多區Busking 認識了不同的音樂人和Fans 除了沉船仔 也已經有5首原創歌曲 早前有傳陳百祥和明星足球隊鬧不和 新隊員孔德燕 這日接受我們訪問 就說他加入之後都沒有見過阿叻 我加入的時候 我第二次去而已 這兩次我都沒有見過 我沒有聽過 我這些新的球員 我當然不清楚有什麼事情 我看新聞看到的 但我剛剛進去踢 都是踢球為主 你有沒有想問阿叻 阿叻去了哪裡 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你敢問嗎 沒有問過 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下次夠不夠膽問 夠不夠膽問 我覺得一起踢的開心 就會一起來 有些人 開心就一起來 就是他不開心 可能很多人不空 因為我們有時踢是踢星期一 可能有時踢星期三 有時是星期六 阿叻自早令一隊球隊 正裝足球隊 如果喊孔德賢過去踢 又有沒有想到呢 最近看到報道 才知道有這個情況 但其實就 因為我一直看這隊 和我平時做事 可能都分不到心去做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 其實有沒有問過 其實可不可以兩邊踢 我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林子祥和葉善文 私底下十分之恩愛 結婚至今28年 依然都是這麼sweet 他們兩夫妻近年不時被偶遇 經常都出雙入隊 日前有網民就在社交平台分享了 在香港國際機場偶遇他們的合照 上一面可以見到 林子祥打扮低調樸素 親自推著行李車 沒有助手幫忙 有網民就問到那位網民 當時有沒有見到葉善文 他就覆說Sally是洗手間 林子祥在外面耐心等候 逐一見到她好愛老婆 他們倆真的十分之恩愛 內地鼎樓女演員 劉亦菲今年憑著熱播劇集新作 《玫瑰的故事》 再次成為了觀眾的寵兒 最近她就抽空去到海邊度假 還分享了透視海灘造型 極刊露出內襯比堅尼泳衣 低調派發性福利 劉亦菲還在沙灘上 擺出美人魚的座姿姿姿 美人魚的座姿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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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隆基日前74歲生日 他最近出席好友飯宴的時候透露 生日當日去了監獄探訪未婚妻黃青霞 他都叫我生日 扮得漂亮給你見我 我就扮得漂亮 鎖上你的頭 將會變得漂亮的衣服 然後去見她 他有沒有說什麼開心說話 當然了 生日快樂 但當日有什麼誠心說話 都是那些 希望等到她出來之後 下一個生日 下一個我們兩個生日 都要高高興興地對過 現在一日三餐怎樣 我這三餐豐富了 早上就是公仔麵 中午 公仔麵 晚上去吃個雲吞麵 現在晚上知道你三餐吃麵 我不敢說她聽 免得她擔心 因為平時她在這裏 她在這裏的時候 做了很多東西給我吃 現在免得她擔心 真的 有些東西要擔心嗎 有的 有的 尤其是涼 天氣涼 而且她很注重我的皮膚 我的皮膚乾燥 比較窄小一點 所以她說 一定要塗潤膚物 我聽她說的 你聽她說 但不做 不是 做的 記得就 記得就做